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板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妹杨子 今天呢 我来到我们家的黄瓜地了 看看 后面这一块都是黄瓜地 一个星期以前呢 由于下暴雨 我跟我老爸俩 把这几块五块地的黄瓜 全部搭上支架了 一个星期之后 现在的黄瓜长势非常快 有很多黄瓜 第一批果子已经结出来了 看我身后的这一排黄瓜地 长势是不是特别快 这个品种它的侧枝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一些陆陆续续的 已经长出侧枝了 所以今天呢 来给黄瓜打一下侧枝 然后打黄瓜打侧枝 跟西红柿和辣椒打侧枝的方法 差不多 但是也有一些区别 同样的都非常重要 这样的话 我们后期对黄瓜的品质 还有口感 还有它高产 都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 哦 那好了 我们来看看 哇它占的好快哦 好够哦 好够哦 矮的话也有1米5 1米6的样子 这个阶段的黄瓜 已经进入快速生长期了 从开花到成熟 也就只需要一周的时间 好了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它的主根 你看这个旁边 我们也可以叫它侧枝 这个跟西红柿是 是长的结构是一样的 茄子也是这个结构 它都是下面长一根叶子 这个是叶子 叶子上面呢 就是一根金杆 你看了吗 这根金杆也会长叶子 它会继续发出来一些侧枝 这是它的新的芽点 芽点又会继续长 然后叶子 你看 这个就是一根侧生根 也叫气生根 这根气生根呢 其实是没用的 因为这个根 它会吸收掉主根的营养 同时呢 它虽然也会生长 发育也会结果 但是它结出来的果子 到后期不好看 形状也不好看 口感也不好吃 同时它又夺取主根的营养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呢 也要把这根打掉 我们来看看摘下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根金杆 当它像这样的小嫩芽的时候 摘掉是最好的 如果我们用剪刀的话 会更好一些 避免它的伤口感染 由于羊子出来的匆忙 又没有带剪刀出来 所以力求保险的话 你们剪的时候 还是最好用剪刀 剪之前 对剪刀做一下消毒处理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就是我们摘下来的侧枝 侧枝上还有挂了果子 但是这个果子 后期长势会不好看 形状会奇形怪状的 而且它的果子 营养价值也不好 当然了打制的方法 也需要根据植株 它自己的长势情况 来做具体的灵活的调整 所以也不用一味的模仿 因为羊子枝种的这个黄瓜品种 它本身的侧枝就比较少 甚至有些藤上 它可能就不长侧枝 所以朋友们 后期要做打制管理的话 一定要看看自己的 品种的长势情况 看这个是黄瓜的熊花 这朵就是雌花咯 蜜蜂正在传授花粉 我们可以看看指甲的作用 不光是可以承受重量 它还可以让果子垂直往下生长 这样长出来的黄瓜 就又直又好看了 那个要没才啊 我们这管道场的人 要买我们家黄瓜 所以把我们家这个破秤拿过来了 中间还烂了个孔 杆儿秤 看 你怎么有得出烟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十三斤啊 我能够到十五斤 哈哈哈哈 我去 你能够起来 我能够到你不行 五公斤 五公斤 六公斤 七公斤 那十四斤 十四斤 那是二十斤 这是十公斤 嗯 十四斤 好了 要回家吃早饭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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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喽朋友们 今天给黄瓜打次之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如果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啊 我是你们的小妹养子 每天记录田间故事 聚焦三楼内容 分享农村之美 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